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要做耐熱訓練 那大概什麼時候開始做耐熱訓練 對於比賽當中的表現會是比較好的 附近有什麼路線 然後也有等高線 你就可以抓到 你目前附近的地方大概可以 怎麼樣去走回原本的路 你不要太聽信手錶 然後就覺得我體能快沒來 然後我今天下降 搞不好你其實還有 滿滿的體力狀態 就算他每天都會有心情消失 該說的運動囉 太機艙了吧 好 大家好 我是哲學教練 現在時間12點40分 為什麼現在出現在這 我們即將來進行耐熱訓練 因為接下來下禮拜呢 也就是過幾天 就是Challenge Taiwan的鐵人賽事 那這幾天其實超級悶熱 而且現在看 當天的天氣其實是滿高溫 而且很濕熱的 所以目前的天氣預報看起來 是不太樂觀理想 那尤其像鐵人賽事 往往像我個人是參加113 那出發時間是8點20 所以輪到我騎車跑步結束的時間 如果抓5個半小時完賽 也都已經下午1點半快2點 所以整個天氣會是在最熱的情況下 開始跑步 所以這時候耐熱訓練就非常重要 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要做耐熱訓練 那大概什麼時候開始做耐熱訓練 對於比賽當中的表現會是比較好的 那通常耐熱訓練不會建議大家太提前做 因為其實天氣不太好去預抓 當時候會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那我個人其實會習慣在 接近比賽的這個時間 例如說我開始要騎車 這個時候預計說到9點10點的話 我就在這個時間開始騎車 那騎完車之後 下車模擬轉換跑步的時候 就會比較接近真的是在 實際比賽當天會遇到的狀況 那耐熱訓練很重要是因為 現在在天氣太熱的情況下 你的流汗的量 可能會比平常多出1倍1.5倍到2倍 就是流汗量變多的時候 其實你的能量消耗是變得更快的 那就代表你的身體的能量流失變快 你的體能下降的速度就會提升 這個時候你可能就會因為 流太多汗了 然後你的能量已經消耗光 電解質開始不太夠 然後身體開始有些失衡 可能就會有抽筋 或是能量下降 開始覺得跑到爆掉 跑不動的這種狀況都會出現 所以這個時候耐熱訓練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模擬比賽時間 接近比賽時間的狀況下去進行訓練 那這個時候我自己的習慣 因為在這麼熱的情況下 你要跑跟平常訓練一樣的強度 其實是有點辛苦的 所以我有時候耐熱訓練會降低強度 但是把這個時間run完 讓你的身體可以適應在這樣的天氣下 你要做好良好的補水跟果膠 這類的能量補給 等一下等一下 最近很多人問我 就是手錶上的選擇 沒錯我現在帶的這一隻是最新的 Garmin 4Runner 965 那其實965跟265 大概是這一兩個月才剛推出 我們看到它的時候是在東京馬的會場上 那看到也是為之一亮 所以我覺得今天就趁這個時候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代跟上一代955 因為其實才相差一年 它有什麼樣的不一樣的新功能 我手上這邊就是965 跟我去年配戴的955 那其實以外觀上 最大的第一個直覺差別就是螢幕變大了 其實在去年955的表徑大概是1.3吋 那今年965來到1.4吋 所以可以看到一樣的情況下 數字其實965是比較大的 然後在側面的這個按鈕也有一點點不一樣 按鈕這邊變得比較長型 是一個play的按鍵 然後這邊當然還是有寫4Runner 然後這是lab鍵 但整體來說 它的厚薄程度跟重量 兩隻手錶是差不多的 那定價的部分也有一些可以來跟大家討論 就是定價兩隻都是19990 因為我這隻是Solar版本 就是太陽能版 但是如果 你想要選擇比較平價 其實你可以選沒有太陽能版 但定價就是16990 那以這個兩個表款來說 我個人會覺得顯色差異很大 因為今年965搭載的是全新的AMOLED這個螢幕 那它的顯色是非常的全彩 就是你看點進來 然後甚至我要點進去 看一些跑步的數據 其實都是很彩色很鮮豔 但看到去年的這個比較是MID反射型的這種螢幕 飽和度其實就有一些落差 但我覺得這個就是看你的取捨 就是你想要是顏色很好看很飽和 那當然費用比較高 但如果你想要比較平價一點 其實你選955的話 一樣可以用比較便宜的價格 買到一樣的功能 只是顯色沒有這麼好看 那這一代我覺得比較明顯不一樣的地方 還有一個就是它的地圖功能 就在地圖功能上 其實以往955的地圖就已經非常夠用了 就是它在功能上 你就可以看到離線的狀態 附近有什麼路線 然後也有等高線 你就可以抓到 你目前附近的地方 大概可以怎麼樣去走回原本的路徑 然後或者是看一下相對的位置 但我覺得965的更新比較厲害的地方是 它除了這些原有的資源之外 第一個它的螢幕當然變得更清楚 然後顏色更飽和 所以你可以看出等高線的高度差異 第二個是它附近的什麼商圈 甚至一些小到中國信託便利商店 它都在這些圖資上有出現 那就讓你出門訓練 更可以不需要帶手機出現 因為你其實用這樣的離線地圖 就可以看到你的相對位置 你要怎麼回到起點 甚至可以搜尋周圍的一些景點 那除了剛剛看到的地圖功能之外 它還有即時的體能評估 就可以讓你知道你目前體力大概剩下百分之多少 那這個數據呢 其實它是浮動變化的 就跟我們之前使用Garmin的Edge1040車表一樣 它會依照你現在的輸出的瓦數跟坡度 甚至是你已經騎乘的時間 來推估你的體能還可以騎多遠 那目前已經下放到手錶也都有這個功能 所以你就可以在跑步當中即時看你的體能表現 會不會因為這個數據太快 你需要微微的下修你的配速 我覺得在比賽當中是一個蠻實用的功能 當然這個還是要看你當下的體能狀況 就是你不要太聽信手錶 然後就覺得我體能快沒來然後我先下降 搞不好你其實還有滿滿的體力狀態 這個就大家可以自己參考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它也新增了跑步的功率功能 就是你在跑步的過程當中 你只要配戴著晚式的這個手錶 就可以增上你的跑步功率 以往是要配戴在心跳帶上面 965跟265就已經直接下放這個功能 那如果你是以前955的手錶呢 你也是可以透過更新獲得這個功能 所以我現在兩隻手錶其實都有這個跑步功率的部分 好其實除了這個功能之外 我自己最習慣的是每天早上起來看到每日乘報 那每日乘報它就可以透過數據 其實955跟965都有支援這個功能 就是它可以跟你講你最近的訓練狀態 那我自己滿習慣就是看我最近的訓練狀態是維持效果 然後還是說有點過量或是太輕鬆 來調整我的那天的訓練內容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也會看到就是我的短期負荷 就是我最近一個禮拜裡面 我的負荷程度大概到多少 那我自己 你可以其實看到的數據是有高點有低點 就是我在今天比較累的話 明天就會比較輕鬆 然後用這樣來維持一週大概600到700之間的訓練負荷 然後來應付我的比賽 除了這個之外 我還會看的幾個功能就是 我會看到我的就是HRV狀態 就是它可以表現出你最近的訓練狀態會不會太過疲勞 然後身體的這個負荷狀態 如果太疲勞HRV就會下降 那就可以用這個數字來做一個依據 那這大概是我每天早上起床會看一下 我今天這幾天的訓練狀態 然後今天它會建議我要做哪些內容 然後跟天氣 所以我覺得這個每日晨暴功能是非常好用 最重要它每天都會有心情效益 來出門運動囉 太機倉了吧 那如果看完剛剛的兩款手錶太高價 沒關係 我們現在來一個中階價位 也就是255跟265的差異 那這兩款手錶呢 跟剛剛的手錶差距沒有的功能 就像是即時體力 那個就是高階款9系列才有 還有像是負荷評估 就是你最近訓練了多少負荷 我們剛剛講到一個月 一個禮拜維持6-700這個量 這兩隻手錶也都沒有 那265跟255比較大的差異 除了一樣螢幕更新成這個Amolead螢幕比較亮 全彩顯色以外呢 最大的更新就是265搭載了這個 訓練完備程度的推估 其實以前255是沒有的 就是它沒有告訴你說你最近的訓練狀態 是過量了還是適中或者是太輕鬆 應該要再多加一點 那像265這次就搭載了這個功能 雖然它沒有像9系列有這個 這麼精細的數字跟你講你的負荷比 但是你也可以透過它的這個範圍 例如說你現在是良好或是不加 需要恢復或是過量 然後需要做一些更多的休息 甚至是太輕量需要多加訓練 其實265也有支援最基本的這個訓練負荷狀態 所以這功能我覺得是以目前來講 265跟255的定位來說 它比較重大的一個更新 那跟剛剛前面的差距 就是如果你不用到離線地圖 就是你平常不會不帶手機出門 然後你不會在手錶上看地圖的話 我覺得選2系列就非常足夠了 那第二個就是它沒有即時的這個體能評估 我們剛有看到那個即時體力 剩下90幾% 80幾% 會透過你的配速啊 地形甚至是天氣來做 逐漸的下降 那如果你變輕鬆可能會回升 那在2系列都是沒有資源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這種即時力量的量表 你可能就要選擇9系列 那跑步功率的部分呢 這是265一樣有搭載的這個跑步功率 那如果是255的部分 就沒有辦法通過更新取得 所以如果你想要獲得跑步功率的這個功能 就是你戴在手錶上 它就可以評估你現在的跑步功率 那你可能就要選擇265 那我覺得這也是GAMI很好的一個切點 因為其實兩支手錶的定價 這支是14900 這支是11900 大概有3000元的差距 它透過這兩三個功能 不管是螢幕也好 或者是這個跑步功率 即時的這個動態範圍 來切出它兩個 極具不同的價位 我覺得也是很好的選擇 所以如果你覺得那些功能 對你來講不太會用到 那你可以選擇 11900的就是255 其實就非常足夠 那965跟955還有一個功能不一樣 就是它其實在負荷上 965還有支援的長期負荷 那955只有到短期負荷 就是一週內的 所以這個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那這次更新之後啊 跟965、265都一樣 就是它的心率的部分 如果你點進來啊 它其實可以即時測量之外 你在實時的 就是你9.27、9.26、9.03 或是7.59 你都可以知道你當下的心率 在那一個分鐘數是幾下 這功能是以前沒有的 所以我就可以看到 我在睡覺的時候 40幾下 然後我起床之後 都是60、65、63 這功能是以前沒有的功能 就是還蠻酷的 可以分享給大家 OK 那以上就是大概跟大家介紹一下 255、95 跟今年的265、965 有什麼不太一樣或升級的地方 最後還是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如果在現在 2023年4月這個當下 你會需要購買一支手錶的話 可以怎麼選擇 我覺得如果你要一次到頂 就是965 我自己啦 還是會選擇以965為方向 因為其實全彩螢幕的顯色 相對於去年的955來講 真的是差很多 雖然如果你以沒有太陽能功能的這個版本來說 價差有3000塊 但是我覺得以 用起來的舒適度 或是跑步當下 你在移動的過程 要看表 這個瞬間 其實965的這個 AMOLED全彩螢幕 跟之前的這種反射型的螢幕 其實是落差很大 你會很明顯可以感覺到 這個升級會讓你很有感的 非常想要一直看著手錶的資訊 但以往舊的95 可能就沒有這麼 全彩的顯色 會有一點點落差 所以我個人來講 如果要一次到頂 然後你也有從事三帖 那你也想要看很完整的數據的話 我覺得有預算就直接想說 965是絕對毫無疑問 但如果 1萬7以上到2萬塊這個價格 區間對你來說太貴的話 我覺得就可以選擇 像2系列的跑表 那以2系列來說啊 就是你其實也不用擔心說 它沒有三帖功能 就是它其實都已經下放 所以255、265其實也都有支援三帖功能 那這兩隻手錶 我覺得一樣使用上來最大的差異 還是因為265 也是搭載了新的AMOLED全新的這個螢幕 所以其實看起來的差距很大 那最重要的是其實以265以上的錶款 265、955、965都有觸控功能 所以你在平常使用中 就可以省去這些按鍵的這個使用過程 那當然有些人可能會擔心 你在運動過程中可能遇到下雨 會不會有一些誤觸的情況 那這些功能也都可以在背景去做關閉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不太需要擔心的 那這個切點我覺得就很明確啦 就是如果你對於使用需求 有一些基本的數據參考 但是你又覺得螢幕顯色沒有這麼必要的話 那255、11,000塊左右的錶款 可能是非常適合你選擇的 但如果你想要看一些比較入門的數據 然後一些訓練的建議 或者是這個訓練完備程度的參考 那我覺得265是你的選擇 當然如果你可以再加一點點錢 就是14,900跟19,900大概價差5000元 它的訓練完整的資源程度就會更豐富 當然這就看大家自己的取捨 但最基本的三鐵功能、跑步功能都是一樣的 當然當然如果這些的錶款對你來講 就是14,000、11,000對你來講都還是太貴了 那沒關係 GAMI其實還有最入門的就是For Honor 55系列 那如果你的需求只是最基本的 開始、結束、有GPS定位的功能 有分圈的功能、有即時、心率的功能 那其實以For Honor 55來講 它大概定位是7000元以內就可以買到的一個錶款 那或許對於數據或是這些資料來說 你沒有這麼要求的話 那For Honor 55也是一個選擇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是 以今天來說 從6000元到2萬元的手錶 我們今天都大概跟大家很簡略的介紹 但如果你想看詳細的資訊 還是可以直接參考官網 那以我個人來說 我可能會選擇265 是一個進可攻退科手的區間 就是如果你真的覺得訓練數據 對你來講沒有參考的價值這麼高 你可能看不太懂 那或許265就很足夠 但如果像我自己 最近啦 就是因為在準備鐵人 所以很想清楚知道 我最近訓練狀況會不會太多太少 那我覺得965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還有短期負荷、長期負荷 我就可以透過手錶 就是看的當下就知道 我最近會不會練太多練太少 我覺得這個是 最近用起來我很喜歡的一個功能 好啦講了那麼多 我要繼續進行我耐熱訓練了 講一講竟然一個小時過去了 好啦我們 我是你的家人的各位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希望這支手錶選擇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我們就下一集見 掰掰 按讚、訂閱、点赫、按讚、訂閱、打、按讚、點、按讚 讚、折、按讚、按讚、按讚、分享